旧金山这边市场街是市区最繁华的一个街道 但是整条大街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共卫生间 有那种流动的小的像电话亭一样的那种港庭式的卫生间 但是一般到了晚上八点钟或者九点钟就关门了 我刚才路过一个然后想去卫生间 但是看着卫生间那个人说It's broken Broken被打破了 Broken就是break的过去分词吧 Break是B-R-E-A-K打破 也就是说Broken被打破了 就是不能用 所以说找不到这个公共的卫生间 就去了路边的一家卖衣服的这个店 这个店总共是两层 以前我在听一个节目的时候 有一个嘉宾他说旧金山的市场街 这边的房租是特别特别高 这是主要的商业街嘛 然后去那个服装店 我以前从来没去过 里边卖那个衣服和鞋好像都挺贵 我刚才进那个服装算是上煞吧 看他那个拖鞋那个架签 标的好像是30美元吗 是多少美元呢 30美元以下呀是 我都没看啊 然后直接去了二楼 去了二楼 他那个卫生间还要密码 密码呢 工作人员告诉密码是2020 然后摁了2020 然后这个卫生间的门才开 所以你看美国这边就是这样 他给一些公众提供的这种设施啊 其实还不是太到位 按说像这么大的一个是吧 主要的一个街道 还有这么多的流浪汉 然后你为什么不见那种固定的 比如说昼夜都开的那种公共厕所呢 对吧 我觉得美国这边这点做的挺不好的 你说流浪汉在路边睡觉 然后他们晚上去厕所的话 没有地方去 他们只能在路边解决呀 所以这又增加了他们这种市政的 清洁的这个支出 而且这边在清理这些流浪汉的排泄物的时候 他们并不是用那种常规的办法清理 而是用那种专门的那种 那个清洁工啊 我以前看过这样的场景啊 然后清洁工呢 还专门戴上那种类似于防毒面具一样的 然后用一个水管子冲 冲完之后再喷那个消毒液啊 就是为了清除那么一点排泄物 就大动干戈那种的 用那种专门的清洁的方式 我觉得这边做的挺不妥的 以前我在国内读书的时候 然后我当时在北京 在那个清华读一段时间嘛 然后后来我毕业之后 也在清华园住了一段时间 然后他那边 清华园我记得照展院那边 就有就是日夜的 就是昼夜都开着的这种公共卫生间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晚上半夜也是有不停的巡逻车巡逻 所以我觉得有些方面 美国这边公共设施 还得要向中国学习 然后有些路边的一些饭店 然后也写着 卫生间只供本店的顾客使用 就是包括刚才那个服装店 也觉得很感慨 按说进了那个服装店 那个卫生间可以直接用 结果还得要密码 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 他这种完善的 这种收钱的这种方式 就是也让老百姓在这生活 有的时候觉得 他有些地方很便利 但是有些地方好像也不便利 我不太理解他这种体制 今天我爸通过微信发给我一段话 内容是有些中国人比较爱面子 主要是说快到春节了 有些在国外的华人就回国 然后带了一些国外的这些包包或者化妆品 因为国外这边都有些包包或者化妆品 它的价格比国内要低很多吧 我记得好多年前 我们在美东读书的时候 我们同学就是受国内一些亲朋好友的委托 然后在美国给买那个什么名牌的包包 然后当时我们一个男生他还有感慨呢 你说让我买这个某著名品牌 某奢侈品包包的这位女士呢 就是也没有什么钱啊 但是非得用他那个积蓄 反正对那些没有什么钱的人来说 买那个奢侈品的包包 对吧 他可能花的钱可能是他的积蓄吧 反正他不太理解 但是又受人的委托又不得不买啊 他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必要 反正人和人不一样吧 可能有的人是想通过这种外在的这个奢侈品呢 让自己晋升为某一个阶层 但我觉得这种想法挺可笑的啊 真的真的非常可笑 人和人之间不同的地方 应该是这种思想和内心 而不是这种外在的服装什么的 就像有的人说 我就不喜欢谁是谁是短头发 或者我就不喜欢谁是谁 是因为他穿什么什么衣服 因为那个可以随时换嘛 头发短可以随时留长嘛 对吧 所以人可能最难改变的是思想 内心啊 或者对吧 这种软性的一些东西啊 对于这种外在的 你说我对吧 换上某品牌的这个西服 或者系上某品牌的这个腰带啊 这个奢侈品是很容易的 然后以前我看凤姐的一段视频 他也说 因为凤姐在美国在纽约吧 好像以前他说在纽约找不到对象 好像想来加州 因为加州旧金山这边有好多理工男啊 他美国这边好像有那个性别的地图吧 说纽约女性比较多 然后加州这边男性比较多 因为加州或者湾区这边 他都是搞那个高科技的嘛 所以一般都是男的比较多 就像国内以前深圳那一代女工比较多 男的比较少 女的比较多 以前凤姐好像说过想来加州这边找对象 但是可能是没来吧 然后也有说凤姐好像买什么豪车了 具体不知道 觉得好像他买了豪车 好像是成功人士了吗 所以我对好多华人的这种价值观 不太认同 好多华人价值观就觉得 买房买车了就是成功 或者说对吧 有一个职位了 或者发财了就是成功 我其实我总觉得也行吧 这个标准也算是好操作 简单一行 很容易去辨别 但是可能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呢 应该是这个人他 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我觉得可能是更主要的一个 成功的一个标杆吧 而不是说他世俗意义上 他有一个什么职位 然后对吧 获得了多少金钱什么的 然后对于华人所说的 这个爱面子这个情况呢 我的观点是 是客观存在的 包括凤姐以前说 有一些人在美国打工 比如说在美国这边餐馆打工 然后到了春节的时候呢 回老家 然后给一些亲朋好友发红包 有的时候差不多把这一年的积蓄都 给了这些亲朋好友了 之后呢 再回美国 然后继续在餐馆打工 因为美国这边虽然说一美元 他换这个人民币 可以换六块多或者七块多人民币 但是在美国这边 你赚的一美元也是一块钱呢 对吧 我觉得就是 对吧 因为你在美国这边你租房子 你买东西呀 或者你给小费呀 对吧 什么的 你也是按照一块钱的这个购买力来给的 也就是说在美国这边你赚的一美元 你是不可能按照七块钱来花的 然后你只能按照一块钱来花嘛 所以实际上在美国这边 如果你赚的钱不够多的话 你又租房子 对吧 你又各种开销 你要攒钱不是太容易 但是有些人可能攒钱比较容易 比方说在这边开大卡车工资比较高 或者有一些懂技术的在这边搞一些维修 修水管啊 修电路啊 这个比较赚钱 但是常规的你就在这饭店 比方说刷碗啊 或者说端盘子什么的 应该是 怎么太多钱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是没攒什么钱 今天呢 我看着有一些朋友在微信群里交流 然后说 比较了一些在美国这边频道上所看到的 不同人做的视频的特点啊 就说Tom这个视频 他可能能更深刻的去分析 华人在美国的一些情况 然后像有些 他们做视频呢 可能只是 仅限于浅层次的这种分析吧 我看了大家的这种交流呢 我还有点受宠若惊 我觉得 也的确是这样吧 我一直 努力的去深挖 华人在美国这边生存的 一个现状吧 曾经也有机会 然后 比方说 包括一些朋友吧 也劝我啊 说 你到了美国呢 那你就彻底的远离 华人圈 本身你有美国的学历 而且你英语还过得去 完全可以 在老美的这个圈里混 而且我也客观上 在老美的公司工作过 但是后来 其实我考虑到 一个是 这是一个什么树枝 树枝掉枝了 一个是就我的 这种 习惯来说 或者喜好来说 我不想 做那种 每天对着电脑的工作 我想做一些比较轻的 这个体力劳动 就是第一点 我觉得如果 再让我每天 对着电脑 可能我的眼睛 很快就废掉了 报废了 而且呢 我也没有那种 健身的这个习惯 我在国内的时候呢 更多的时候 是通过上下班的时候 走着走啊 这样的 这种强迫的 被动的 这个方式去锻炼啊 这也是我在国内 没有买车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总觉得 人这个身体的机能 是没有办法 随着科技的进步 而进步的啊 只能按照这种 传统的让身体出汗 让这个关节 不断的运动 来增加它的韧性 或者对吧 或者这种 活力吧 这种方式 所以我一直会 强迫自己 很被动的去锻炼啊 就包括在 旧金山这边 我也是尽量 能活动的地方 就活动啊 尽量 不去坐公交 然后 进土的一般 就是骑单车 或者走着走啊 这样的去 让自己每天出点汗 我觉得这是 对自己的一个 身体的一个锻炼吧 然后 对于美国这边 华人生存现状的 这么一个分析 我觉得通过 这两年多 大体上一直在华人圈儿 我觉得也有一个 很深入的一个了解吧 这也是 我最近所做的事情 好多分析的 其实挺深刻的 然后分析 华人在美国这边的 这种内心 他表面所表述的内容 和他内心 所想的这个差异 然后以及 华人这种纠结 是 想着回国呢 还是 在美国呢 对吧 就像以前 华人 有一句话说 富贵不欢乡 如意锦夜行 意思说 你在外面发财了 如果不回老家的话 那就好像穿着好衣服 在晚上行走一样 所以华人呢 好多 有这种光宗药祖的 这个传统 以前 我看一些 中国所发生的案例 也知道就是 一个家庭 他比方说 有两个儿子 其中大儿子呢 可能没有去 考大学 小儿子呢 考大学了 后来获得了一个职位 也比较有钱 所以呢 父母呢 就厚此薄彼 就对小儿子特别好 然后对老大呢 就各种 挖苦啊什么的 然后 过春节的时候 一家人 聚餐的时候呢 也是让这个大儿子 大儿媳妇去 干这些 对吧 杂活 然后让这个小儿子 小儿媳妇 成为这个做上宾 然后甚至引发了 这个刑事案件 后来 因为好多家庭都是老大 做出更多的牺牲 然后 对吧 然后供着 弟弟妹妹读书啊 结果弟弟妹妹 一旦说 有学历了 有好工作了 那么可能就忘记了 家里这个 哥哥姐姐的这个付出吧 反正也很唏嘘吧 就是这种的 我觉得还是应该 尽量的去 多多 这样的去思考吧 每个人都要反思 不管是做父母的 还是做子女的 都要反思 自己 所得到的一些荣耀 所得到的一些关照 是不是自己应该得到 以及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 是不是有所愧疚 我们用一种很 苛薄的态度 去对待别人 或者我们用一种 特别视力的 视力眼的这种 角度呢 去看一些人 去评判一些人 这种是否妥当吧 然后当然 最近也是 有很多人在说 一些情况啊 就是说比方说 有的一个家庭 这个当姐姐的 为了供弟弟读书呀 或者说为了 对吧 就是克服生活的困境啊 这个姐姐舍不得吃 然后后来呢 身体不行了 诸如此类的 这个新闻吧 然后呢 也有些人借机去 把这个情况加以衍生 我能理解 这些人的这个心理所想 但我觉得 在中国有这种情况 那么在美国 也有其他的 类似的 好多人 不想去面对的情况吧 就比方说 就说旧金山这边 我所认识的 所见到的 不管是唐人街也好 还是其他社区也好 一些在这封掉的华人 在路边这样 走来走去的 游逛的华人 我觉得也不少 他们的指甲 已经长的 已经卷成卷了 然后 就是很凄惨吧 所以有的时候 我也在想 就是 美国这边 他们对一些人的 这种关心 它这个限度 在什么地方呢 有些人好像 真的是在路边 自生自灭 就在那躺着 对吧 然后也没有人管 所以 不好说 我觉得我可能 还需要再观察 再深入地观察 美国这边 到底是怎么样 一种 体制在运行 就是说 有一些人呢 在宣扬着这种仁爱 然后对吧 在镇臂高呼 然后去 关爱每一个人 但是 当他们从这样的场合 离开之后呢 他们马上就对路边的 这个流浪汉事不见 所以 我现在也说不太好 因为 这个世界 简单 但是也很复杂 复杂的是 这种人心 我们 有着不同的标准 当然也有一些人 他们去 抱成团 然后 对吧 去 从某一个 层级出发 然后去 对吧 有意识的 用这种 先入为主的 这种 角度呢 去评判一些事情 我不想加入他们 这样的这么一个团队吧 虽然这样的可能会 有一种哗众其宠呀 或者 有的人比较爱看呀 就是 对吧 因为 有人说嘛 如果你不参加任何一个团队 那么你就会被孤立 对吧 要不你就 在这边 要不你就在那边 如果你只是 处于一个很独立的一个角度呢 那么你就没有朋友 然后也没有人去支持你 但是我觉得还是 想按照自己 这种独立的想法去做吧 我不想 想有一些人 通过视频呀 通过文字呀 去说一些事的时候 他们带着一种成见 对吧 有的人特别明显的成见 他就带着那种 挑剔的眼光 嘲讽的语气 去不断地说某一个国家 或者说某一个区域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还是 尽量地 我不这样做吧 我还是 用一种动态的 不断地变化的 对吧 我觉得这种变化正常的 以前 我有一些说的不妥的 我会修正 然后以后呢 我觉得我的观点 也会越来越成熟 大体就是 这么一个情况吧 对于华人的这个面子呢 我觉得大可 把它放下 对吧 这个面子重要 李子也很重要 如果为了爱面子 把自己的身体弄垮 或者让自己觉得 对吧 心里很难受 我觉得没有必要 然后包括我呢 在美国这边 其实你看 我也是大大方方的 然后跟朋友们交流 我也不介意 我这 胡子也好几天没刮 然后穿的也是 很 很普通 或者说很落魄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 我觉得真实 或者说 这种尽可能客观地去反映一些东西 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吧 这是个地铁口 它这个地铁口设计的非常不合理的 一旦有人去爬上这个矮墙 然后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边 对吧 你看像这种矮墙多危险 一旦有人上了这个矮墙 然后之后呢 然后如果说它 一不小心跌落下去 可能就有生命危险 对不对 所以觉得 就这样吧 好吧 所以真的不要迷信 美国这边会怎么样 我一直在破除一些迷信 然后呢 也因此遭到一些人的打压 但是我觉得我愿意承受这样的打压吧 好吧 再见了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